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赵婷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 台安医院的黄辉婷黄院长 院长你好 赵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我知道院长是原本想当心脏科医师 后来就是因为觉得国人的肠胃疾病比较多 然后就投入了肠胃内科的领域 那您现在同时也是健康医院协会的理事长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个团体吗 好健康医院协会是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底下一个非政府组织 就是在推动所有民众的健康 医院应该要特别注重这些 不是只有在急性医疗方面的服务而已 是其实台安医院对大家来讲 尤其台北市的朋友来讲 就是觉得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那去这个地方很亲切 那我知道说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每一个医院的不管是医护人员 医疗人员甚至行政员都非常的辛苦 你可以不要谈谈在这一个月一个多月当中 你们是不是你们是怎么样的运作的 是在这一个月当中确实是很紧张 除了我们站在第一线以外 我想社会上的所有的朋友都是很紧张的 那第一线的朋友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有些是第一次上到前线接触这个病人 因为特别开了病房 所以人力有一些要调派 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们要经过训练 然后还要接触这些病人 所以在心情上他们是有点紧张 但是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装备 那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跟爱护 因为说实话就是这个疾病 虽然我们已经有一年多了 从去年开始 但是这一次来的是又快又急 尤其是双北市双北两个地方 所以其实对于医疗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紧绷的 那也就是说他们要不断的治疗 这些新冠疫情的一些感染者 或者是说他们要去检测之外 其实他还有其他的 就像您刚刚讲 有些人慢性病 或说人家要开刀什么 其实都有的一定要进行 是不能等的 对对 那我知道 在现在的这个当中 其实刚刚就像院长所说的一样 事实上是很多的民众 也有一些物资会送给大家 或者是说希望医疗的这个院所 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 所以我知道院长也很感动 那您有一些话要告诉我们 特别借由中广赵主持人这个节目 表达医疗界对社会各界企业团体的爱心人士的所有的一些资源 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 虽然看到也有一些负面的讯息 但其实里面有太多温馨的故事 很多的企业朋友 艺人都到各个医院医疗院所去赠送物资 他们也非常辛苦 但是最感动的就是说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店 他也许在卖一些饮料 但是他生意受到影响 他生活上也有经济上的困难 但是他仍然捐赠了很多的饮料到各个医院当中 但是我们当然会照相 心里如意 但是其实我心里非常感谢 但是我看到在新闻上报导的这方面 代表医疗界出来 对这些企业界也好 爱心人士也好的 感谢的这种讯息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想藉由这个机会 很多的默默的无名英雄 在社会上也一起在努力的人 跟他们说声谢谢 是 所以院长 其实你是这个性情中人 那您刚刚讲到其实很多捐赠 就是小到一小杯饮料 或者说我看过网路上 还有新闻上有讲说 有小朋友说他要捐口罩 有没有 他还说请你收到口罩 要跟我讲 我怕被我叔叔A走了 我看到那则新闻 好可爱 那甚至还有小朋友有寄信 那甚至有一些机构的什么 裁检亭啊组合屋啊 紫外线的消毒机等等 那都是捐赠的 是不是 那所以院长其实 你是希望能够代表医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想可能很多的这个一届的朋友 也辛苦也很忙碌啦 就像您刚讲到 我们从媒体当中看到 可能只是平面的报道 或者是只是短短的内容 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也不太敢再深入的去 因为你知道媒体工作者 也是第一线嘛 但是我想这个你的感谢 大家就收到了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 这一个多月 其实两个多月当中 你有发现在周遭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在这周遭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要正面去思考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年的夏天不是那么热 我们的天空比较蓝 空气也比较好 那交通也比较不拥挤 那每个人可以待在家里 能够享受这个家庭的团聚 这个家庭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在这疫情的当中 我们所得到另外一方面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是我们也跟要思考一下 以前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工作 然后跟朋友据称 也许忽略了家人 对不对 那这次疫情当中 其实你也看到了新闻当中 什么有些野生动物或兵灵 什么他们都跑出来了 因为人变少了 从另外一个观察是这样的 那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 能够健康平安最重要 也谢谢院长代表医界 感谢所有企业跟民间友人 对于你们医疗界的支持 对很谢谢他们对医疗界的支持 但是医疗界也感谢好多人在背后 也有政府机构 也有民间团体 都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这个医疗界 能够很有毅力信心来战胜这一医 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战胜这一次 谢谢我们台湾医院的黄辉廷院长 谢谢院长 谢谢 谢谢赵主持人 谢谢 拜拜 休息一下呢 我们待会邀请到许正典医师 来跟大家谈谈 居家防疫的时候的心理调试 这个很重要哦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也还是邀请到台安医院 身心科 他们是新生医学科技精神科 就是每个医院不太一样 帅帅医师 徐正典 徐医师 徐医师你好 赵婷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次见面 还有出书 对不对 听说已经是三年的事情 三年多很快 那您的门诊是身心 高龄医学整合 还有小儿心志科 对不对 基本上都要看 因为精神困扰 心理困扰 不分年纪 对 其实像我父亲 他已经离开了 但是我觉得我妈妈是有长年 就是有点忧郁嘛 那我后来发现 我爸其实是没有 但他老年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忧郁的倾向 是 所以会有所谓的整合门诊 对啊 因为老人家说真的 生理影响心理 心理又会来影响到 他身体的一个状态 所以像这样你看 要打疫苗 不打疫苗 我跟你讲 我在高龄门诊 也要整合这个疫苗的询问 我跟你说 我妈妈要打疫苗之前 的一周 每天 他很少传检业 他每天给我传 你觉得我要打吗 然后看完一个整点新闻 我看我还是不要打好了 然后他就说 他就会在那边反复 忧郁不决 可是我不打 我会被传染怎么办 然后后来你知道 我做一个什么决定 我说 我们都决定 你不要打 我就决定他不要打 他就安静了两天 他要打的 其实我已经妈逾越了 他85岁以上 然后到打的那天早上 我就说 你觉得你要打吗 他说我还是打好了 可是现在预约会不会来不及 我说不会 我帮你预约好了 其实老人家是这样子 就是在疫情这一段期间 他也会这样很关心一些发展 然后到底自己的身体健康 跟心里面的这样平衡 他如何去做一些调制 每天都是一个考验 那医生 你自己就是行医这么多年 也是因为黑杰克的影响 很多医生就怪 怪异黑杰克的影响 才当医生是吗 也那当然是每一个这个故事 都要有一个整体的传说开始 所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 稍微把这些我们讲有名的 或者是大家记忆深刻的 我们就会想说 可能跟这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那时候小说你也知道 能够看的不是漫画 就是小说 要不然就其他一些阿里布达的书 但是其实会真的走入 依这个历程来讲的话 的确这样子一个相关的书籍 甚至这样漫画 的确会在我们小小心里 会埋下那个以后想要行医的种子 哇那就知道你的年纪了 很年轻 吼落出来 对因为人家说 诶我是受到了那个 诶以前的漫画是什么 诸葛四郎 诸葛四郎完蛋了 那可能就更久了 那你就知道年纪有点成熟了 那我们接着就要请教医师了 就说居家的疫情影响很多人 很多人被忧郁了嘛 对不对 像我们忧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每天好像怀孕三个月 因为吃到肚子都变大了 那个应该是纵而不是武汉病毒 叫变种病毒 变种 对 所以其实上在这个疫情当中 说真的啦 疫情一定会影响心情 对 所以你每天为了这样疫情的起伏 所以心情也会起伏 尤其是每天到了两点 你可能开始就忐忑不患 今天到底是上下 然后死亡率 然后感染率 然后会不会又再继续解封或延封这样子 每天都有一些 太多是我想的叫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那不确定的因素越多 对心理的影响就不安定的影响就越大 所以由于这个不确定造成不安定 所以难免你的情绪 说真的 不安定很少会有正面的情绪 一定都是焦虑 忧郁 恐慌 甚至严重一点就遭遇 然后愤怒 然后很沮丧 大概这些很复杂的负面情绪 就会一直一直的盘绕在你的这样子脑海里面 影响你的生活 影响你的各种人际关系 言语行为的表现 他会反复出现吗 他会忧郁 然后开始愤怒 还是说每个人不同 还是说他会这样子循环 比如说先忧郁再愤怒 然后再沮丧 真的叫赵婷 你刚才说的 真的他会有一些先后顺序 因为通常我们面对这种负面的讯息刺激 第一个一定会怎么样 会比较觉得很震惊 我们叫很shock 说为什么 台湾不是本来下降 这为什么又上升了 到底是哪边又有破口 你就开始会有这样子一个 觉得很震惊 很难接受的这样一个情绪反应 那第二个面对这个震惊 情绪反应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 到底是发生的这就变成很疑惑 所以一开始是震惊 接下来就要怎么疑惑的这个反应 就会出现 比如说我要去找源头 到底怎么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又找不到 我又去问很多人 看很多资讯 就开始在那边一直无止尽的在那边搜寻的状态 有点类似像是强迫的一个思考 或强迫的行为就会出现 那当然如果你得到的解释 你就会觉得 哎呀 又有发生什么事 哪里又怎么样的 或者是又得不到什么东西 就会陷入什么 忧郁的状态 这第三阶段就是忧郁 那忧郁状态 有些人不见得是直接到忧郁 有些人就会觉得叫做 在过渡到忧郁的时候 会有2.5或3.5的状态 叫愤怒 愤怒 我觉得说 为什么是发生在我身上 明明我已经都很好了 为什么都还有一些猪队友 为什么还有一些破口 这个情况 你就为什么 愤怒 很多理由 借口 你就会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 叫发泄掉 发泄不成 有人就忧郁 或者一开始 你就不想发泄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都很理性的时候 就会想说 那怎么办 这个东西还要持续多久 所以我这个负面情绪 就会忧郁下去 然后忧郁到一个极点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 你的身体的反应 比如说你会睡不好 你会吃不好 或者像刚才造型的时候 会乱吃 乱吃 因为你会用吃 会用睡眠 会用其他的方式 来调节情绪跟疏解压力 我乱吃 其实跟那个疫情没有关系 是因为小孩子 每天在家连线上课有关 我是这样说 那就是要打疫苗 不能打幼苗就对了 对对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请徐医师 跟我们来谈谈 就是说 那我们要怎么办 就是怎么样 让自己心情稍微好一点 放轻松一点 休息一下 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其实说实在话 就是人对于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无法掌握 都会忧郁愤怒等等 刚刚徐医师跟我们谈到了 就是有一些些的情绪 徐医师 其实那个情绪有点像 我看过有一些书上写说 比如说 有人家里头有人外遇 或者是说 得到什么癌症生病啊 其实都是那个情绪 都是这样循环的 是啊 是没错啊 就是你看嘛 你面对的是未知的东西 面对的是 让你无法去掌控的东西 对 所以因为未知 所以你会产生恐惧 因为无法掌控东西 所以你会害怕 恐惧跟害怕 就会导致你面 整个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 可能会有些失调的一个状态 那这时候你人 就很难安定下来 所以这样的负面情绪 就随着你这样 这个负面思考 就会波动起来 是 所以这个新冠疫情当中 很多人就会有这种忧郁 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处理 就是总不能每天都给我吃 像我都吃巧克力嘛 对不对 总不能这样子吧 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能用吃来调节 情绪跟输解压力 吃是因为饿才吃 不是因为你情绪不好才吃 否则很容易就走 当你吃过头的时候 当你一个疏忽的时候 哎呦 怎么会发现 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对 就是变种病毒 变成种的病毒 变成种的病毒 变种 所以面对这个新冠的 一个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是怎么样 要做到两点最重要 第一个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所谓的怎么样 要睡好睡满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其实很多 为什么他这个疫情的一个恐惧 或焦虑害怕 会导致于他的免疫力下降 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他晚上焦虑害怕 比如说旁边一直有咽咽 Atlantic weaving 或者喉咙干干凪 也音乐 你是不是得了 你是不是也最确 whether 刚才你咳嗽一下 你旁边的护理师是不是就离开 还好我这个是在单独的环境 我不敢让我的护理资金 我也不敢出去 所以会有这个状态 第一个 你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大脑放空 身体放松 晚上睡好睡满 你的抗体才会够 你的免疫力才会提升起来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刚才赵琴提到的 晚上是睡好睡满 那你白天面对这么多的一个负面的讯息 你要怎么处理 你总不可能都忽略 或者不理会 第二个你要怎么样 降低敏感度 注意力 不要每天的注意力 都给我只放在两点钟 好像两点以前的生活 是怎么样 就靠睡觉 没有我跟你报告一下 很多人就是从早上九点到一点半要开盘 对不对 然后两点有记者会 然后三点是新北市 三点半是台北市 我就说就台北来讲 然后三不五时还会有早上还有记者会 很忙 是啊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哇 疫情之前可能还没这么忙 疫情之后光是被这些外界的信息就轰炸了 还好就像赵琴刚才说的 还有一个至少股市的上上下下 基本上还比较是一个 让你可以有一些生活注意力的转移 对对对 然后别人就会问说 到底要不要当航海王 还是要下船 到底要不要买船票 这个是这样子啊 你如果心脏够强或者资本够厚当然是OK啦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股市小白变成股市韭菜的时候 那你可能自己就要怎么样要沉得住气 要能够怎么样不要太做信用扩张 或者做一些自己可能会违约的事情 自己要量力而为 徐师我发现啊 你真的很厉害 你什么话题都可以聊 因为我们在门等看到的时候 说真的啊 身心哥不是只有光是身体跟心理 环境的因素也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受到环境的主要 要不然疫情 说真的也不是你身体德 也不是你的心理会感染 但是为什么对你的影响那么大 就是因为环境的因素嘛 现在又是什么 把它延期 这个封的一个直接 那你当然会觉得环境又受到限制 每个人都觉得快受不了 再不解封 我自己都快要封了 就是这个情况 开学要延 你知道中小学要先延了 所以其实国外已经有一两年了 一年半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 我自己的妹妹在德国 自己的阿姨在英国都是这样过的 那他们是不是房子比较大 没有啊 他们只是说刚好之城 因为你也知道国外 就是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庭院 对啦 还可以在庭院之间至少跑跑跳跳 台湾基本上不是在公寓就在大厦 都不让他出去公园 又要戴口罩运动 我对他而言也是折磨 对所以都会区会比较辛苦 对会比较辛苦也没错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就再继续跟您聊聊 就说既然你刚刚讲到要放松嘛 大脑放空身体放松 睡好睡满 对 降低敏敏感度 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 不要常看新闻 适当的选择 你必须要做时间的安排 转移 对 适当选择新闻 这个就很重要 我们可以用译文的活动来轻松一点 对来调节一下 好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聊 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安医院的许正典 许医师 许医师在线上 大家好 身心科 新生科 老人 怎么整合 对不对 对 那还有儿童心志 对 对不对 那我们儿童我们下个小时再跟大家来谈谈 因为你家里头可能会有ADHD 过动儿 特殊儿 那怎么应对 等一下就请许医师跟我们聊 先来谈谈 就是说 你刚刚讲到了 这些就是要降低自己的焦虑很重要 可是你知道还有发生一个问题 你一定会看到 就是说股票大跌的时候 就很多人看身心科 对不对 说股票跌了 那今天现在有疫情 很多人都在家 家人相处太密切 你知道吗 是啊 没错 人家本来是想说 家人在一起要享受这样子 团圆相聚的气氛 但是说真的 相聚太久 摩擦也会增加 真的 那怎么 怎么办 相爱容易相处难 对啊 所以就刚好这个时候也是另外一种 深心的考验 对我刚才才说嘛 本来老师都觉得说 老师在学校上课有什么 现在发现老师真伟大 对啊 是啊 能够有公司可以上班 有同志在一起 能够在那边互动 这是多幸福的事 是不是 然后以前都会觉得说 你知道网路上还有流传一个啊 就是说 以前都很在念老师 就说老师你不用管我们 我们小孩子可以自己发展什么什么的 然后后来现在就说 现在小孩自己教的时候 他都觉得说 有老师真的很 对啊 就是怀念老师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学习 或者我们的工作安排 还是要有专业的环境 跟专业的实施人才这样子 避免自己过度浩劫 因为现在说真的很多居家学习 或者居家办公 你会变成叫公司部分 对 那公司部分就好像我们自己身体一样 我们自己身体 有个叫自律神经的系统 就是自主神经 本身里面交感神经 就是让你要冲的 我们讲的叫油门 副交感神经 就是要让你要缓而下来 叫刹车 那本来应该是 刹车时候不能有油门 油门时候不能有刹车 那现在在家学习上班就好像 有时候变刹车 说妈妈妈妈 你就变成要停下脚步过来 或者是人家说 那老婆老婆我要怎么样 又停下脚步来刹车 那如果你老板说不行 你现在要赶快给我做事 赶快油门又加上去 所以又油门又刹车的时候 说真的身体复合不了 精神有时候真的会有错乱 是 那请教一下许医师 你刚刚讲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 这种东西 如果说有些身心科的朋友 它可以经过药物来调整吗 是啊 如果它严重到 因为我们一般 要影响交感跟副交感 最好就是我刚才讲 要有运动 要有活动 要劳动 要互动 对象一个身心平衡 环境比较能够在自己掌控 如果自己不能掌控之后 就像现在的疫情当中 不好意思 就被迫得要有一些 交感神经 或副交感神经的调节剂 来帮助你做适当的 这样一个化学药物的调节 让你能够怎么样 该放松就要放松 然后可以该有动力的 就要有动力 不要在那边有冲突 或者是失调失衡的情况发生 是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状况 还是要请医师专业的 来做建议会比较好 对不对 是这样子 不要后续的影响 又再发生 可是你疫情当中 听说你今天也看诊 看了很晚 大概也不多 看了六十几个而已 这个疫情 疫情开始 病人会有变多吗 没有 疫情开始其实会比较少 为什么 大家怕来医院 但是 撑久了之后 说真的 自己处在那个紧绷状态 加上原本可能要回诊 要有一些调节 要有一些抒发 加上药物可能不一定规律之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在疫情当中 你可能会因为 越来越晚睡 因为蓝光的影响 这些什么手机三细的影响 你可能身心都会支调 作息都会混乱的情况下 到最后 比如说已经撑了一个多月 不行了 药也吃光了 人也快垮了 然后刚才就说了 跟小孩跟新的冲突 慢慢的越来越深刻的时候 还是逼得不得不来 我讲如果是我的有个患者 就最有趣 我说 你怎么这个时候还敢来 因为那时候是在差不多五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最严重嘛 每天都在那边校正回归 他就跟我讲 我如果来了 我可能会发病 但是我不来会发疯 所以我就只能选择 我至少不要发疯 因为发病还有医院可以医 但发疯之后怎么办 有人可能不收 你可能就被迫筛检 被迫什么 你说发病就不收 发疯还可以医就对了 发病还可以收 发疯是不能收的 是是 好所以其实说实话 就大家都要调整一下心情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 还是要请专业的医师 所以不用害怕 因为其实我常就说 最危险的地方 我有病人也讲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医院这样你觉得 他好像确诊都在报 为什么在报 因为我们都收的就是 确诊的一个个案 或者要被隔离个案 但相对而言 我们做分流 做分仓 还有做消毒 做干净的一个位置 相对都是比较一个严格 也比较自我保护 加上自己都打过疫苗 其实我觉得 还是可以安心的看着 好 在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下个小时 我们就来谈谈 跟小孩子的互动 还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们 或者一些特殊的 大人青少年们 他们怎么应对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很高兴 为大家邀请到 台安医院的 许正典 许医师 赵婷婷好 大家好 许医师的号可能很难挂 现在比较好挂 我其实不能鼓励大家去 但是有需要的朋友 因为有时候 号很难挂 趁好挂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也提供了个案 我有一个小朋友 他以前觉得看我 因为人很多 然后不能聊很久 那既然他两天 就上个礼拜 他还看我说 许医师 我希望三级科延长 我说你讲了什么话 当然是要解封 比较好 这样才可以维持正常 他说没有 因为如果延长下去 这样人很少 我可以跟你聊比较久 快混倒 对 但是有时候你知道 像身心科 他们很需要跟医生沟通 你是除了开药之外 也算是心理医师 当然是 因为我们讲的身心 所以身体跟心理都要坚固 所以其实你知道 很多人家的秘密 秘密还是都会 我们会保守 我们叫做秘密守护员 秘密守护员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每个人 都会有一些情绪 比如说新冠疫情来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会 很快速 会愤怒 会焦虑等等 他可能是循环的 或者会沮丧 所以医师也提供大家 大脑放空 身体放松 睡好睡满 降低敏感度 转移注意力 我还算不错 都有记起来 这样你真的 记忆力也很好 注意力也很集中 因为疫情的影响 有些真的是 他没有新冠肺炎 也都有新冠脑炎 你知道吗 真的 整个压力压到 自己真的喘不过气来 真的注意力跟记忆力 都会不好 所以你看 我现在记忆力很好 可是我有一次 陪我妈妈去测 那个 有没有老人痴呆 医生不是讲了三个东西 比如说火车 然后讲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你三五分钟后 再记起来 对 我妈都记得 我都不记得 那表示你没有注意在听 不是啦 要先有注意力 才有记忆力 对 表示照顾父母亲 有一点 有时候会有点累 会分析 这个也是 你搞不好 在那时候 你就是放空了 就放空了 对 就放空了 所以当然 你的注意力跟记忆力 就不会集中在那么好的状态 是 好 接着我们来谈谈孩子 就是我在网路上常常看到有一些 因为我加入很多的社团 有些小朋友 或也有一些大人 有ADHD啊 或什么ADD 反正就过动啊 等等 那你说要他们 有的过动儿 或有些什么 他们一生就希望他们多运动嘛 对不对 然后 可是他们现在疫情这样很难耶 对啊 因为我们常讲的哦 对这样的小孩 本来就适当的运动 活动跟劳动都是需要 对 但是因为学校环境不允许 然后外界的环境 你以后担心 所以变成你只能困在家里面 对 但是我们困在家里面 不能叫做困仇承 哎呦 陈女游啊 你就是说 你在这个当下应该是什么 在城里面自找 我们讲 自己来个木马屠城一下 对啊 我常常就说 只好 要不然自己的爸妈 就自己被小孩当马骑 当马就会 骑马打仗 就是有一些游戏 有一些娱乐 在家里面可以做的 但是不会发出太多的干扰 跟刺激这一个 那第二个是怎么样 我想这叫苦中作乐 第一个是寓教于乐 第二个就叫苦中作乐 怎么做 因为小朋友的过动 有时候是身体过动 那这身体过动 我们把它转换成了 至少大脑要活动 也就是说 你现在可以开始做大脑活动 比如说 就动动脑 或脑筋急转弯 或做一些类似 像打牌 然后下棋 然后有一些斗智的一个游戏 都可以 在这边把原本是身体活动的转 成一个是大脑活动 也没部分的取代 对啊 或跟他下个什么棋 玩大富翁啊 是啊 有时候还故意放出啊 那只要说不是去打麻将这一种 要群聚的这样就好 如果只是在家人之间 这样子一个 我想健康的一个娱乐活动 这个都是鼓励 那第三个 我就刚才说的 运动可能现在只能做一些 比如像重力的啦 或者甚至像跳枕这一种 稍微不需要说大范围 或者是这个大场地的一个激烈活动 那其他你可以怎么样 转移成这种劳动 因为以前都会为了小孩 你就会觉得 你们独住很辛苦 家事都妈妈 现在不要 你就刚好建立小孩这种规律性 跟所谓的自主性 让他知道说 他今天要洗碗 才有下一餐 让他知道说 他今天要拖地 才会有好的一个 睡眠的一个舒适环境 鼓励他这时候 培养他的自主性跟纪律性 徐希你这样讲好狠哦 今天要洗碗 才有下一餐 我是这样子 我太太都这样跟我讲 偶尔这样教导小孩 本来就是这样 你要先有付出 才会有收获 没有干净的碗 你拿来 我们讲卫生的饭 是在这边 真的是很棒 而且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像我女儿 在这一个多月当中 她真的就是负责洗碗 还有我会跟她说 床底下 因为我们家床 她可以爬得下去 对啊 因为她比较娇小 对她要去躲猫猫就对了 故意不用脱吧 我跟她说 你就钻进去 然后拖地 用那个抹布啊 跪着这样擦地 她很开心 那等于说 她真的是把这个 劳动当成是 娱乐活动 是啊 其实这样很好 为什么 让小朋友觉得 在做这个事情 不再是苦胎死 对 而且不需要妈妈一直盯 她会变成 化被动为主动 而且把它转变成 甚至还说 这是一个正向的 会有成就感 是 不过还有个 很重要的事情 徐一熙你不晓得 像我女儿洗完碗之后 晚上我们都偷偷再洗一次 就是小孩子 如果真的洗不干净 你要鼓励她 当然啊 你不能直接批评她 说你怎么洗成这样 她会挫折 下次她连试都不要试了 所以你的做法是正确的 如果妈妈觉得 没有大大一百分 没关系 先肯定七十分嘛 剩下三十分 我们再来处理就好了 所以你太太可能晚上 也会偷偷再洗一次 放心我用洗碗机 再洗一次 刚刚有讲到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还有一段 再继续跟医师来聊 马上回来 今天现场的是台湾医院的许正典 许医师 许医师这个从医已经有三十年了 还是这么的年轻 就心里要保持年轻 所以每一个来看您的这个病患 他都会跟你说 许医师我哪里 很少人进来说 许医师我好开心 许医师我没有病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好开心 那也是一种病 这么说过度开心 要延堂自己内在的不安 那有没有这种病人 就说去 就跟你说 哎我好开心 我没有事这样 那我就会说 好开心没有事 那为什么要来 是寻我开心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可能是说什么 第一个 他很敏感 他很防卫 所以他故意要 装作自己很坚强 很没事 那第二个是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事 他就说我干嘛 我没事啊 我没事来这边坐 他可能还是怎么样 他不想要来这边 还是有一些抵抗感 还是有一些 无法先去面对自己 所以这个都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从这边 去了解他的 目前的心理状态 然后如何 把他给他 降低他的防卫 把他心里的不安 焦虑的感受 慢慢引导出来 是 所以通常去 您的门诊 出诊的病人 他会第一次 就敞开心胸吗 还是说有些人 会到第二次 第三次 才会敞开心胸 如果是自己 主动来的 应该 已经是做好准备了 就是要来面对 要来处理 现在的心理困扰 跟身体的不安 但如果是 在半推半就 甚至是家人 强迫而来的话 那当然就 没那么容易 一定要先怎么样 让他知道 我们这边 是在帮助他的 也不会一开始 就标志 他是有病 特别是精神 或身心疾病 我通常会说 用的方式是说 你是不是有 怎么样的困扰 跟不舒服 才会在我这 他会觉得 这样子 对哦 我来这边 是来处理我的困扰 是来改善 我的不舒服 自然就不会 把这个东西 先自我标签 自我怎么样 把它给封闭 是 所以想请教您 就有些朋友 去看您的话 他可能会拿一些 抗忧郁的药 对不对 那有的是躁郁嘛 那他有份躁症 跟郁症 是不一样 他会可能交错 那有一些等等 那他们有需要 转介所谓的心理医师吗 因为台湾的心理医师 好像是自费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说啦 我们一般在门诊之间 做基本的叫做 精神科或身心科的 诊断会谈 也就是说 透过我们在门诊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 这个诊断的一个工具 诊断的一个会谈的 一个铺层之后 去了解他说 他现在的困扰在哪里 不舒服 有哪些症状表现 需要用到怎么样的药物 立即先来协助 对一个 因为我们先要把 这个不安身体的症状 先改善 是 那接下来心理的东西 我刚才就说 那些困扰 那些所谓的焦躁 或者那些所谓的 创脏的一个记忆经验 那个东西已经累积很久 所以也不是一次两次 门诊就可以处理 所以我就会先转介来做 心理的评估 或做精神的见证 了解一下 它完整的一个 身心的一个 私调状态 到底是一个 如何的一个呈现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 在心理测验完了之后 就是说 那根据你的一个测验结果 评估的一个状态 来看说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心理的治疗 或心理的执上 所以还是可以做评估 测验做评估 当然是这样子 就像我常讲的 你如果没有经过PCR 来确诊的时候 那你怎么可以断定 它只有这新冠肺炎 或者需要做隔离处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人就是 他状况是因为 他可能是哪一些 分泌不足 什么血清素啊 那是有可能的 那是用抽血 因为我们做这样的研究 发现 忧郁可能跟血清素 不足有关 躁郁可能跟多巴胺的 资料有关 其他的焦虑 可能跟GABA 这些分泌的不敏感 可能都有关系 但是这些 在身体的部分 大概占了60%到70% 但事实上 它长期的因素 还叫克服啊 因为它不可能这样子 我们就开药 就给它吃一辈子 或让它药物 可能会怎么样 自己会自己乱调 自己乱吃 结果越吃越多 像风险的情况 那我还是会说 你真正的心理困扰 你还是要把它找出完 对 根源 还是要有效处理改善 重新找回你的自信 跟成就 跟你如何调节情绪的正确方式 要挖出来 对不对 有挖出来之前 好像有一点比较残忍 有点残忍 我都会让他说 你自己慢慢发现 但我们会陪伴你 走过这个阶段 哇 所以医生很重要 对不对 谢谢 通常医生对病人 都这么的温度 一定是要啊 因为说真的 他来已经扣辛苦了 如果又让他来看诊 又感受到压力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下次就不来 或者他又变了一个 另外一个创伤的经验 因为其实他 他能够去看诊 就是跨出第一步了 就要鼓励他了 没错 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这个台湾医院的许正典 许医师 跟我们谈了那么多 同时许医师 也有很多的大作 大家可以去博客来搜寻 把他给买回来 用心态币下降 让你能够大脑 注意力集中 让你能够情绪改善 如何跟老人家 好好的相处 是 好 也谢谢许医师 祝你 谢谢大家 祝福你平安哦 大家也是哦 一定要防疫期间 最好最满 心情保持稳定健康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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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